中文字幕提供 畫面顯示 事故現場不斷有濃煙霧出 學生緊急疏散 10月24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方微博通報 將棍路校區的材料科學和技術學院材料實驗室 下午3時52分左右發生爆炸 繼而引發火災 11名受傷人員緊急送院 其中兩人不至身亡 一位目擊現場的女學生說 她在現場聽到3次爆炸聲 她在衛生中收藏她 她在10月左右 據知情人士透露 現場疑似金屬粉末爆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提屬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有消息說 死傷者都是研究生 認為可能是實驗失誤導致爆炸 爆炸具體原因仍然在調查中